對於這件事情 我講跟不講 我表態跟不表態 我談語不談 都沒有辦法改變一致的事實嘛 就是做錯就是做錯 他是我師父就是我師父 那你還敢背那個愛馬師父的嗎? 有問必答嘛 一定是 今天是做好準備了是不是? 沒有我隨時隨地都嘛可以 好來囉 請接 有來囉 為什麼三次落 畢竟我是吃人頭肉 上次 我還是要尊重頂排方的意願 所以如果我就這樣子停下來 那我不是很白目嗎? 沒有什麼要逃避 沒有什麼要躲起來不幹嘛的 遇到就遇到我們就再來聊啊 誠意就是落跑 要交個切割 那你的愛馬師要不要還回去? 對 要有時候你又不要還 其實像我覺得 可能最初最初提出這個問題 我就已經覺得 嗯?為什麼? 這是什麼樣子的問題? 對於這件事情 我講跟不講 我表態跟不表態 我談與不談 都沒有辦法改變已知的事實嘛 就是 做錯就是做錯 他說是我師父就是我師父 我今天多說無意 我何必要談? 到後來問題都已經有點跑掉了 這個就是要惹事情嘛 那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的問題我們就可以直接跳過 那你還敢背那個愛馬師出門嗎? 嗯? 我對 沒有我覺得這個愛馬師的問題 我們就先跳過 沒有因為我們最近都沒有聯絡 跟小燕姐一樣 我身為晚輩就是 就是給長輩們 我們保持一個適當的空間 我覺得彼此都會比較舒服 感情就是兩個人的事情啊 我覺得不用再跟第三個人 多做交代 嗯?婚約? 怎麼我有婚約會是 周刊來告訴我我有婚約 我有一點問號 事情也過那麼久了 然後他也是很認真生活的人 不要去打擾人家 現在是單身 我現在就是很好很好